中国古代 预言够日 魏王谋政 战国时期群雄纷争 各国都想吞并别国争当霸主 因此互不相让战火连天 魏国想吞并正国 但由于目前实力相当 无法强攻下来 便想了一个妙计 魏王就对正王说 起初正位是一个国家 后来才分开的 我现在想得到正国的土地 让正国合并到魏国中来 正国的国王很害怕 该怎么办呢 论实力 魏国与正国目前很难分出高下 硬拼恐怕也不行 但也不能拱手把国家让给人家吧 于是正王召集大臣商讨对策 正王的儿子说 这是好办 您可以对魏王说 假如正位本是一个国家 需要合并的话 那么正国也想得到魏国的土地 不如把魏国合并到正国来吧 从此魏王便不再提这件事了 用他的办法堵住他的嘴巴 这正是以其人之道 管治其人之身的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